HELLO,大家好,我是Hidy,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又是和大家一起玩新化妝品 希望簡短地,快速地完成這個妝 因為都不是太多時間,我稍後有其他要做 好,我們現在就馬上開始 粉底其實我已經塗了,今天就是在測試Gifon Chi的粉底 如果大家對它有興趣,歡迎大家去看我的測試片 你看我是沒有塗遮瑕膏的,因為我在測試粉底 就免得加遮瑕膏在臉上 所以現在先畫眉筆 眉筆也是用Benefit的Crecisely My Brow 這個顏色是3.5號色 其實它們最近出了新的顏色,剛剛寄了PR給我 不過我沒有開它們來用,因為想用了舊這些 用完一支才再開 我5月中就預約了去整眉 因為大家都看到我這邊如果不畫眉 遠看是完全看不到我眉毛好像很噁心 那樣變得很沒精神 我不想夏天的時候用妝又脫了眉 然後游水又脫了眉 所以就滴起了心肝 終於是要去弄一弄了 然後就用我最近很喜歡用的Line Crime Bushy Brow 那些包裝已經被我弄掉了 其實它就是一個這麼幼的brow gel 那應該是可以將你的眉毛 眉毛涼到暑起 但我的眉毛就太幼 和太短了 所以眉毛來眉毛去都眉毛不起來 但是你要重複這樣 眉毛幾次 它就會有一點點暑起 等它乾了再塗多一層 我現在塗第二層,看看會不會好一點 是不是可以做到Ditter Bushy的效果 看不見到 這邊也是 我是盡力了 我想這個Bushy Brow也是跟我不是朋友 因為我眉毛的關係 我和它是做不到朋友的 現在我先塗一點眼影 primer 眼影是塗什麼呢? 其實我有兩個選擇 第一樣就是 Mimi Box 即是眼影Mimi的這些眼影 palette 但是我覺得它們比較輕便 所以我打算過兩天去旅行的時候 才帶它們 然後再試給大家看 另外一個呢 就是 Too Faced 這個是我昨天剛剛 臨放工離開的時候 才收到的 如果大家有follow我IG 也應該有看過 裡面就是 它這個 White Peach Palette 和這個 Diamond Light 的 Highlighter 今天想用它的原因 主要是它大盒一點 這個小盒一點 去旅行可以戴這個方便一點 而且我今天是穿了一件紫色衣服 我今天正在躺下測試 我覺得很搭 所以我就會用這盒 其實 Too Faced Palette 我很多盒都有 這個White Peach 我真的沒有 它裡面有一張紙 是教人家怎樣用眼影 打開給大家看 它也是粉粉 有些紫色 真的和我的衣服很合 而且也是有Peach味 但那個Peach味 就不是Peach Palette 那個Peach味 這個是清新一點的Peach味 我估計 我自己也不會用它 來化一些浮誇的妝容 你看它上兩排的顏色 都是偏淡的 但這兩個是比較深色的 首先我用這個Peach Sobe 這個顏色 我會先塗它在 crease位置 這些顏色是最容易塗的 就是你混合不均勻都不太覺得 接著就再用這個 Creme de la Peach 塗在眼蓋的位置 對不起各位 我又塗了一個 橙色的眼影 下眼影我都會用這個橙色 然後我就會畫一條咖啡色眼線 但我覺得這支眼線筆好像乾乾的 然後就要夾眼睛 我現在要去黏一黏眼睛 先塗上眼睫毛 好了 現在黏完就等它乾 很久沒有用過公主里的眼睫毛 至於有些人可能不知道什麼公主里 因為公主里 是我以前學化妝的時候買的 現在不知道哪裡可以買 淘寶可能有 但我覺得淘寶另外的眼睫毛還好用 所以我就沒有再買 但我還有一兩盒 所以現在嘗試用它先 在等它乾的時候 我就去塗一下下眼睫毛 黏好眼睫毛之後 我就回到這個palette 我會用這個粉紅色 它也是有Duo Chrome 我會塗在眼蓋中間 好美啊 看到閃閃嗎 它是比較低調的 沒有之前的那麼誇張 其實這整個palette 都是低調的東西 淡妝的東西 先補一下眼線 最後呢 就用它這個pitch eyes的顏色 做回眼頭的打亮 我想我會加一點點這個 啡露黑的顏色 在眼尾 下眼尾的眼線位很少而已 我怕它太深色 這個顏色也是 它真的啡色到好像黑色 可能要用再小一點的掃 又到這邊長期流眼水 的位置了 它一會兒也可能會掉 對 其實我是想化一個淡一點的妝 但可惜眼睫毛又多濃密 而且這盒東西 就確實沒有什麼 一個深色一點的啡色 可以做一個漸變 它一來就來到啡色 這個是它的缺點 我嘗試blend開一點 這樣眼睛就化完 掃走一些fall out 我會塗陰影 或者bronzer 但由於我買了一些新的 還未拍照 所以還未開得來用 我會用chartilbury的 filmstar bronze and glow 因為其實今天這個妝 都想自然一點 用這個 就會比較自然 我其實好像是第一次在鏡頭前 用這個bronze and glow 但它的效果是很好 你看到 是很貼面 和很自然 有一個bronze的陰影 然後額頭我都會塗一點 如果這個 你想要超級歐美妝的controller 就做不到 但它給你一個很自然的修容效果 我未用過它來塗避影 不知道行不行 試一下 這個是sigma p88號掃 人們經常都問我 胭脂就真的可以用3DL這個 它可以搖 我看到寒霉是這樣的 我看不到心形 我看不到心形 我看不到 我不知道會不會塗得太多 這邊比較少 如果你blend到差不多 覺得夠的話 手又很濕 就要找一張紙巾抹一抹 這樣就很難控制份量 或者可以用一個cushion puff 或聲 輕輕按一下 邊緣位 這邊太多了 我先點走一點 一點點難控制份量 這邊好像沒有那麼紅 然後highlight 我有這個在英國買的 Too Faced You're So Jelly 之前Haul也有給大家看過 它是一個gel的東西 我還是先放一點在邊緣 我用不到那麼多 因為它一滴已經是 超級highlight 而且它是超級香西瓜味 很漂亮 這個highlight 很漂亮 這個highlight 很漂亮 但是近看是有一點不均勻的 所以還是用puff 或者beauty blender blend一下它 它的finish 就會再細緻一點 去到嘴巴 我發現了一個顏色 是我最近覺得很漂亮 就是 Amani的 Lip Freeze 406號色 塗上去 你們就知道為什麼 很漂亮 可以塗大一點 嘴巴 可以塗大一點 最後中間塗多一點 有時候 你overline了 嘴巴 就會看到 唇線沒有那麼明顯 這個時候 就可以加一點highlighter highlighter highlighter 我還是先等嘴巴乾 然後 我會用 shateubri 這個 嘴巴不會像 因為畫大了 所以沒有那個型 剩下的都可以再加 在這些位置 讓它再加一點 highlighter 這個妝就搞定了 人們經常說我的妝太濃 又說 不是外出妝 又說 不是每個人都能穿 這次這個妝應該 上班有得吧 很正常 妝就化完 你看到我換了一雙 因為 剛才拍的照片 希望大家喜歡我 這次比較簡單的妝 如果喜歡這個影片 就給個like 臨走之前 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和subscribe我這個channel 我下次再和大家玩 其他新的化妝品 拜拜 吃得煩化 她的樣子好像差不多 好滿 其實兩邊差不多 軟體